芝麻油大厂复卫箱被踢爆进口大量的棉子油 很多人开始纷纷退货了 台北市营养午餐只要有使用相关的产品也全面禁止 因为根据卫生单位调查 复卫箱外销油品像是花生油辣椒油 竟然有高达9成5的棉子油的成分 这样的比例如果是在国内销售的话是会被重罚的 但是呢复卫箱只简单的发了新闻稿回应说 外销产品都是适应这个客制化要求 没有在国内贩售 提着三大瓶油 阿嬷自己骑着机车跑到复卫箱 不只要退货 还有满布补水 直接就在门口开骂 业者低调把阿嬷带进公司里 但复卫箱被踢爆进口大量棉子油 虽然麻油检测报告还没出炉 复卫箱商与受损 除了消费者纷纷退货 连各大学校营养午餐都不再相信他们 台北市长郝龙斌大动作视察学校中央厨房 确认油品不是来自出问题厂商 因为包含使用复卫箱油品的22所高中职和31所中小学 目前都已经暂停使用 对于业者疑似违法行为 郝龙斌难得说中话 我觉得跟杀人毒害人家没有两样 尤其就是像譬如说这次非法油品 你牵扯到是全台湾人民 这比当初我个人觉得比胖达人那个事情还严重 会这么气不是没原因 卫生单位调查 复卫箱外销品免子油混很大 花生油辣椒油 进而95%都是免子油 香油玉米油也有20%到95%的免子油比例 如果在国内销售 依照食品卫生管理法 单一油脂调和油 必须含量50%以上 复卫箱将会被重罚 引发争议 复卫箱副总不向前几天清上火线 低调发新闻稿 解释是因少数国外客户产品需求 才会客制化免子油商品 不过新加坡政府已经通知 进口复卫箱油品的业者暂停出货 复卫箱尽管将产品送宴自清 但报告一天没出炉 恐怕已经重创消费者信心 中天新闻 曾建讯高家福 SNG小组新闻市报道